14岁少女嫁给了粗鲁的大叔 懵懂得她忐忑期待着新婚夜的到来 憧憬着丈夫的双手 是否会像自己的这般柔软 侍女却一脸惊恐地告诉她 大人的手又硬又结实 卢妹安慰侍女 表示从今以后她都不用再挨打了 但少女还是想得太天真 她不仅保护不了身边的侍女 更甚至无法保护自己 沐浴结束的卢妹坐在床边静静等待 此时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但对今晚充满期待的卢妹 却并未得到温柔的对待 一整晚都受尽了折磨 痛苦的卢妹一直哭到了天亮 而丈夫乔瓦尼第二天一醒来 看到床上的血迹却更加不耐烦 从此之后的每个夜晚 丈夫孜孜不倦地履行婚姻一午 却也成了卢妹最大的煎熬 因为一晚的折磨过后 她便会浑身不满伤痕 卢妹不明白为什么婚姻是这般模样 唯一能够得以喘息的 便是丈夫白天出去打猎的时间 这天卢妹在闲逛时 结识了一名叫保罗的马夫 卢妹意外地发现保罗的双手很柔软 指尖慢慢滑落到食指巷口 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之后的日子里 马夫保罗与侍女每晚在房间外 听着卢妹的惨叫心疼不已 到了白天保罗便会牵着马带着卢妹却森林里散心 希望能扫除她夜晚的阴霾 保罗不理解 卢妹贵为教皇之女如此美丽高贵 为何却要被大人的如此虐待 卢妹的遭遇让保罗非常心疼 也激发了她心底的保护欲 不久之后 乔瓦尼大人就在打猎时摔下了马 导致右腿骨折 只因保罗前夜在马鞍上偷偷做了马脚 看到这一幕的卢妹险些没忍住笑了出来 此后摔断腿的乔瓦尼 不仅白天不能外出打猎 晚上更没有能力去折磨卢妹 而这样的状况还要维持几个月的时间 聪明的卢妹也装得贴心懂事服侍在侧 不禁让之前粗暴对待她的丈夫 生出了愧疚之心 表示要原谅卢妹来自于一个不堪的家族 她的高贵是源自于灵魂的 极具家族荣耀感的卢妹 也不得不咽下心中的怒火 恶心的伪装结束 卢妹终于可以迎来短暂的自由 和保罗在静谧的森林中约会 她看着池水中保罗的道语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马夫深夜在侍女的掩护下 偷偷溜进了夫人的房间 而夫人也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她的到来 剧烈的声响吵醒了在楼下养伤的丈夫 她愤怒地从床上爬起 循着声音找了过去 好在有侍女帮忙掩护 楼上的卢妹与马夫保罗才没有被发现 乔瓦尼的意外受伤 让长期遭受虐待的卢妹 终于尝试到一丝丝甜蜜的滋味 她也在保罗的温柔中渐渐沉沦 更值得高兴的是由于弟弟的婚礼 卢妹有了一次回娘家的机会 时隔数月再次相见 哥哥凯撒里马飞奔到她最疼爱的卢妹面前 两人一见面就有聊不完的话题 凯撒急切地想要知道 妹妹婚后过得怎么样 但卢妹却害怕哥哥担心 将那些心酸的经历都埋葬在心里 毕重就轻地表示过得还不错 年仅十岁的弟弟的婚礼很快到来 而新娘却是位成熟美丽的女子 卢妹一眼便对这个弟媳没了好感 只因在婚礼当场 她便大胆地和主持婚礼的二哥眉来眼去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二哥胡安去沟通联姻事宜时 就与准弟媳发生了不可说的关系 而两人在新婚之夜却是更加过分 直接在婚房之外的走廊短暂约会 胡安还道貌黯然地叮嘱弟媳 让他对弟弟也要像对自己这样好 婚礼匆匆结束 卢妹对这场联姻并不看好 似乎是自己那段悲哀的婚姻让她看不到希望 但婚礼已经结束 她也不得不准备动身回到丈夫身边 而短短几天的时间 凯撒便从妹妹细微的变化中 察觉了她低落的情绪 也看出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她逼问卢妹 乔瓦尼平时都以什么曲谋 卢妹表示丈夫最近幸运地摔断了腿 她得以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 但玩笑过后 他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很快卢妹就回到了丈夫身边 而乔瓦尼身体恢复的速度 似乎比她想象的要更快一些 女人上床前故意在地上撒上一盆水 随后妖娆地坐在床上露出香肩 此时丈夫拄着拐杖走进来 看到这香艳的荧幕立马迫不及待 加快靠近的步伐 结果下一秒就被镜上的水字滑倒 卢妹立马假装上前关心 结果弱小的她根本扶不起大块头的丈夫 还导致她的伤势更加严重了 卢妹的计划彻底成功 本以为往后的日子都可以得到解脱 结果娘家波吉亚家族却在此时传来噩耗 丈夫乔瓦尼告诉卢妹 法国军队此时正朝着罗马前去 卢妹这才意识到 丈夫乔瓦尼打算背弃他们婚约里的条例 不出兵支持罗马教皇 甚至还要在此时讽刺一句 废除卢妹的父亲赶她下台 就好比是除掉范蒂冈城内的一头猪一样大快人心 如此刻薄的话语听得卢妹直犯恶心 乔瓦尼也没有拐弯抹角 他表示弗洛伦萨一旦任由法军通过 内斯福查家的军队就会和法军站在一起 面对丈夫的背叛卢妹险些站不稳 最终还是在侍女的搀扶下回了房间 此时远在罗马的教皇父亲 也正处于一个焦头烂额的状态 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女婿乔瓦尼的态度与行动 于是便派出情人朱莉亚去了解情况 而投靠了法王的书记主教老伯 此时也来到弗洛伦萨谈判 大王开出了一系列可以避免战争的离谱条款 首先要允许法军通过 以及两万五千士兵在弗洛伦萨驻扎 其次要赔付四十万枚金币 最后还要求美帝奇家族 帕奇家族 吉伯提家族提供人质以示交好 懦弱的弗洛伦萨国王彤彤选择了妥协 最终亲自将法王迎进了城门 另一边朱莉亚也终于到达了乔瓦尼的城堡 然而对方想要毁约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 朱莉亚明白已经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只好去寻找卢妹 而卢妹自从上次不是之后 就一直体力不计卧床不起 一到早上还会恶心呕吐不止 她严重怀疑自己是得了沼泽热 当听到这些的朱莉亚心中却有了另一个答案 朱莉亚回到床前 告诉卢妹他们必须要在天亮之前离开 并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只因她知道卢妹怀孕了 而这个孩子还不是丈夫乔瓦尼的